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孤立 现在大家都要看中共的脸色 你们不要搞错 你要跟他对抗 对什么抗 美国人都不敢对他对抗 现在光是大陆拥有美国的国债 有一千多亿啊 一兆 对不起啊 美金 我讲美金 一兆 将近一兆的美金 中共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都要看中共的脸色 你不要搞错 你要去跟中共对抗 除非你头脑坏了 你真的头脑坏了 讲得不客气一点 你真的头脑坏了 你要去跟他对抗 世界强权了 你要跟他对抗 你去赚他的钱嘛 就没错嘛 你去赚他的钱 所以不要去搞那种意识形态 我给大家报告 所以民进党的中国政策 不能定出来的话 他不会再执政了 我很大胆的讲 我没有党派之分啊 我基金会 也有谢长廷 也有陈定兰 也有卢秀燕的夫人 我本来就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我们都要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这很简单嘛 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就 老百姓过八斗 他管理什么政党 他管理什么 你让我生活过好一点嘛 那就好了嘛 所以这一点都是很重要 所以那个经济的景气 我刚刚举这些案例啊 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另外 货币的流通 你看 美国人现在 把美金在全世界去流通 害得大家都完蛋了 我们做完一号就对抗美金 把台币一直升值 你那钱一直进来嘛 那怎么办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台湾的生产事业 当你美金跟台币兑换超过三十块的话 就把那些利润都稀释掉了 很辛苦啊 台湾 这就是货币政策啊 盆总裁最 大家撑到他的地方 叫做对抗热钱 对抗 你这钱不要再进来了 你进来可以投资股票 你不是套利啊 所以货币政策非常的重要 另外 治安 政治的安定 全世界都是一样啊 我跟你讲 我们请林英雄也在这里演讲 我就可以请他 他是民进党的精神领袖 我本来要给他一个题目啊 要讲 良心道德 请林英雄来讲良心道德 林英雄说 我没那么好 那他就要讲民主文化 OK 你来讲民主文化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来看 不管是两党的政治人物啊 全部都是栽赃没黑 栽赃没黑 你搞什么嘛 那国家怎么会进步 你讲的事实很好 我当了林英雄的面讲 我说我们希望有一个 见钱的反对党 来制衡执政党 见钱的反对党 来制衡你的执政党 绝对没错 我自己从每个家大回来 不管共和党 民主党 不管你哪个党张政 我的国会来监督你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是你做无你的攻击 没黑造谣 坦白讲我看了真的是很难过 那我们请红兰女士来演讲 红兰说 我觉得不要绿色的媒体来发握我 把所有的绿色媒体用每个同意 全部把他划掉 他说他要乱乱来 全部把他划掉 他说他们完全造谣声势 我们在国际线上 我们也请李秀莲来演讲 我亲眼在他们旁边看到 要李秀莲说你看 有政府有这些措施都是国民党 你批评一下国民党 李秀莲就很聪明 他不会被你利用 他说我现在也不是执政党 你要我批评什么 马上就拒绝 那这些人都是 这些绿色的电池袋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透过你的嘴来批评执政党 你觉得很聪明 他说我现在原本在执政 我没有意见 我亲了亲自就在演讲厅 我在他旁边 那我们看电视 我们很多绿色的电视台 都是取他们要的那几句话 其他的 他可能全部的话不是这样讲 他就取他的那几句话 给你播出来 我有一次看电视 我也奇怪了 怎么这样讲 再看另外一个电视台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媒体 我本来请十个电视台的总经理来演讲 我请了半年 没有人要来 你来想想 后来我知道原因在哪 第一个 很多总经理说 黄博士 我可能干不了一年 因为我们两年以前就邀请 搞不好我要来演讲的时候 我已经不做总经理了 第二个 他说你这个演讲 还要我们去接受听众的发问 后来他这个不好 到时间 我们的听众再来消费我 来贝 来质疑我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面子了 没事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真的努力的 翻脸了 跟十个电视台沟通 结果本来公司的总经理要来 只有他一个 后来也说不要来了 他说可能要换人 别再来 所以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乱言都是电视台的 真的电视台 所以这很重要 那另外自安 自安很重要 你任何一个国家 当你自安不好的话 那整个就乱掉了 一天到晚 什么 抢啊 偷啊 我在美国加拿大 那么久的时间 加拿大也有抢银行 可能几年抢只抢一次 不像我们一天到晚 偷抢 厉害 台湾真的很厉害 你自安不安定怎么办 因为社会的祥和 你看电视上 哇那个名模的先生 打那个残障人士 打成这样子 比打过还要厉害 全都已经过去了 差点没 我怕你死了 没压也被打掉了 这什么嘛 我们这什么社会嘛 我们基金会办 能革典范全民效法 我们办了十年 我们在高雄 有一次我们请书记主教 去演讲 本来陈局要来主持 他结果 他后来因为 他另外有个重要的行程 请好健身秘书长 就是我们 好健身秘书长 好家 他是外省人 他起到大秘书长 他丰富的行政阅历 他说我看 红军培文教经营 这些资料 他说我很感动 人家十年以前 因为那个时候 教育部位播十亿 去办人体教育 我们基金会 你看看十年 我们也在做 能够典范全民效法 办了这么多 我们要改造这个社会 他说他们 已经要做了十年 他说那么好的基金会 我很钦佩 他说我要当 红军培文教基金会的志工 我们许市长在现场 他说我也当红军培文教基金会的志工 我的意思是 人家这么样肯定我们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你社会的祥和 不是社会 打来打去 你那些青少年 随时拿枪出来 拿刀出来 砍杀 那环境就变坏了 另外消费者的趋势 消费者就是 任何一种产品的 医师父母 他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所以你要领导流行 你要了解 消费者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你要推出消费者喜欢的 你看现在跟美农 跟保养 跟健康有关系的 你看我们那个健康讲座 每一场都人山人海 昨天早上的张国华 我们真请来了 那是世界级的名医 讲GZ健康快乐的人生 我跟你讲 没有第二个单位请得到他 我们台大医院的院长 所有大医院的院长都在邀请 只有我们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才能够邀请得到 人家不是看你给他多少钱的演讲费 因为我们一个电视的转播 70个有线电视在转播 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转播 台湾没有第二个基金会做得到的 所以人家很重视这个 你要重视消费者的趋势 另外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你看以前7-11 亏了一塌糊涂 年纪亏了七年 后来因为消费者的习性改变的嘛 晚睡的人越来越多嘛 他后来变成24小时 其中有一段时期啊 24小时也取消了 变成到12点 现在全部都是24小时 现在连85度C啊都24小时了 加勒夫也 加勒夫还不是24小时 那是什么 那是因为消费者的习惯改变的 晚睡的人越来越多了 再来谈医疗的发展 现在科技医疗越来越发展 有的新药啊 新的医疗技术啊 让大家越来越长寿了 你看日本人 哇长寿的人越来越多 80岁90岁 比比皆是 就是因为医疗的发达 而要考虑这个健康 这个环境的因素 再来看居住的环境 你附近居住的环境怎么样 你看美国加拿大 街道干净 交通发达 福利良好 我们说中国人讲的四万桃源 那就是加拿大 我自己从加拿大里面回来 那真的是好 你看那个陆比 国际移民啊 什么每个礼拜都在登 怎么帮你移民加拿大 怎么要帮你留学加拿大 我有去参加过一次 我怎么去看看 这什么样的 移民公司 大家觉得台湾的环境 真的不是这么好 很多人都要移民 这是很重要 我们政府要来潜逃 另外再来看 我们就想投资 也要谈未来发展的趋势 未来发展趋势很重要 刚刚是环境变迁的因素 现在谈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一个 科技发达 一定是 所有的产品 越来越跟高科技 所以将来你看 我们请数位时代的社长来演讲 他们已经描绘出了 未来全世界都透过数位 我们财富社长就在现场 现在联合报也要做数位 好几个媒体 也要开始在做数位了 透过能照卫星 随时跟你家人联系 透过数位 照片什么都有 那什么 那就是科技了 科技发达 所以将来的产品 尽量跟数位结合了 媒体也要跟数位结合 另外交通便捷 各位想你们在台北 捷运有多方便 你看我去高雄 我也在搭捷运 高雄的捷运 跟台北的捷运 简单是天狼之辈 没得比 小猫两三只 我们台北捷运 可能三分钟 六分钟一半 它可能十分钟 十五分钟一半 没得比 所以交通发达 你看我在美国加拿大 地铁 路面上的铁轨 还有 所谓公车 它是一票到底 一票到底 透过捷运 透过地上的 地上的捷运 不是地下的捷运 地上的捷运 再透过公车 它是一票到底 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当然有交通便捷了 第二 气候的变化 你看现在 全世界的气候 哇变化的太快 风灾 水灾 这个影响很大的 他们说将来没有北极 全部被揉化了 这就是气候的变化 所以北极熊跟黑熊 也要杂交了 北极熊跟黑熊 也要杂交 因为北极熊 没有生存条件了 往地上发展了 因为冰多浓了嘛 逐渐 不是那么快融了 逐渐开始融了 他们寻找的食物 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所谓的气候变化 另外收入真深加 加拿大的 国民平均所得 可能已经有四万块了 台湾现在还在努力 超过两万块 当你有钱 当你收入增加 你的生活习惯 你各方面都会做很多的改变 当然跟收入增加也有关系 大陆上你看 一条心就是10% 20% 因为他已经不需要用低廉工资 是在吸引你来 另外生产的条件 你看 现在自动化 跟你人工 有差多少 自动化 跟人工有差多少 还有机器人 那个时候日本人都倡导 所谓的机器人 就是生产条件 另外能力的替代 现在不定是他用专职的员工 他可能用寄件的 可能用计时的 甚至用机械人的 都是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趋势 他不用全职的 他用计时的 计件的 那种就算所谓的替代能力 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环境 因为战争的因素 前世纪都是要 只要有打仗 所以美国人最聪明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美国人所有的战争 都不是在美国的本土 还不然怎么打 打 打你死 没关系 南北韩的战争 辽国的战争 各种战争 全部都是在国外打 他绝对不容许你在本国打 各位都知道 台湾安定了六十年 为什么 除了八二三炮战这些 都没有打到本岛 只有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 人民安居乐业 才会发展 你随时濒临战争 你怎么发展 你饭都吃不饱 所以战争的因素非常重要 另外媒体倒下 我跟大家报告 你看我们这次全部 就请媒体来演讲 中国时报 联合报 自由时报 苹果日报 全部都邀请 广播电台 杂志 只有电视台邀请不到 对不起 我不是没有邀请 我邀请了 我邀请了半年 他们命令要来 我公开讲 另外数位道理 数位 数位 数位包含影像 包含各方面 我刚刚有五台PDA 我随时带在手边 今天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我只带一台在身边 我还是这一台 因为这台也可以看很多资料 尤其新闻 新闻是我一个最重要的主纵 人家不看新闻 我随时都在看最新的新闻 因为新闻也会影响到那个环境 一定要数位 你任何一个行业也要数位道路 再来谈电脑的运用 没有办法 全世界都是一样 平板电脑 各方面电脑 电脑越小越好 随时带在手边 随时可以点进去看 各位都知道 为什么我要五台PDA 我没有时间 一项一项点进去 一项一项输入 我四五百张股票 我只要随便舞台 点进去马上看到 我已经没有像别人 随时点进去看 我没有时间 所以我两台PDA 一台可以输入五百档 一台只能输入两百档 当然我输入五百档 对我很重要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 数位时代 电脑的运用 好 再跟大家来报告 如何来做有利的投资 第一个股票 这是我最在行的 我提供下列的十点 给大家参考 完全都是从基本面 第二个 你业绩有没有成长 因为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股票上市上会公市 每个月业绩会公布的 十号以前一定要公布 第二月的十号以前都要公布 那有没有赚钱 就是看你每个月了吧 有没有业绩成长 马上可以看得到的 这是业绩的成长 第二 获利率的增加 获利率增加 是每三个月公告一次 每三个月公告一次 不是每个月公告 他每个月也会提一下 你看他那个实质的内容上 还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原则上 非公告不可 每三个月一定公告一次 你一股赚了多少钱 赚了一块钱 赚了两块钱 赚了三块钱 赚了五块钱 赚了十块钱 每三个月一定要公告 你要看这个资料 第三 形象良好 你们千万不要碰到 水脚股地雷股 台塑市保 台积电 连电 中国航运 这些怎么会有问题 中钢怎么会有问题 绝对没问题 这个形象 包含这个公司的形象 董事长的形象 跟干部的形象 这很重要 你要消费者有信赖 对你信赖 信赖在哪里 对你公司的信赖 对你董事长的信赖 以前王永庆 大家都是听他的 王永庆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张中博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曹青春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就一定要形象良好的 第二个 本益比要低的 所以你要看他本益比 大概十左右就 二十已经很勉强了 本益比 二十就已经很勉强 最好是二十以下的 有的比一比一百两百 你要小心 有问题 本益比还是第一点比较好 另外低档承接 我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股票跌了 好 大好时机 进 有的股票 我已经进了好几档了 所有档 每天跌 好 越跌越好 每跌一块我就进 每跌一块我就进 每跌 我都是看 有不跌 当然有的股票 也没办法一块 五毛 也可以 我就进 这个叫低档承接 另外 高档出托 好 这你们自己去决定 我是要赚一块钱就卖出 还是借两块钱卖出 还是要赚三块钱 还是赚五块钱 还是要赚十块钱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来决定 谁都不能勉强你 那有的人借一块钱也很好 有的是不要一块钱 有的是在早上开盘 到晚上收盘 就已经赚了一块钱以上了 快点卖出 还要等 不要等 有的股票 一天可以赚三五块 都有可能 那你自己怎么想就好了 那一定是高档卖出 那怎么高 另外 量力而为 千万不要做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我有多少资金买多少吗 这点是非常重要 买一张就买一张 谁说你要买四张 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一下子买二十张 我想完蛋了 温馨 你今天买几十张 搞不好明天还是跌了 你就买不下了 你为什么不一张一张买 你为什么不一张一张买 你为什么买十张二十张 所以要量力而为 另外 不做融资 因为你做融资以后 让你要很快的卖出 没办法 不然要断头了 不要融资 另外 不做借款 不要借款 你借钱想买股票 昨天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他兄弟姐妹姐夫 全部给他去买 光是唐凤资兰股票 已经买了八九百万 我听了差点昏倒 他买进的时候 可能两百五十块三百 现在只有一百了 他不是被套牢了吗 什么时候回到两百 毕竟兄弟姐妹 钱都给他借来了 我不是 我惨了 我惨了 投资八九百万 我惨了 他借钱 跟他的兄弟姐妹借钱 投入唐凤这档股票 他最高好像买到三百五十块 现在只变了一百块 真的很有问题 另外 中长期的持有 你千万不要说 今天买进明天就卖出 没有错 可能今天买进明天卖出 你已经赚了三 两三块 我的股票 好几档都 很多档都是这样子 三块才太普通了 我都是逢低界 但是我不要买 中华电信听说 去年要配股六块钱 那我就放在里面了 我等着配息配股 我干嘛卖 我是定的目标 本来是定了八十块 中华电信要卖出 因为七号 中华电信要除期除钱 证券公司已经通知我了 因为我有三 在三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下单 他们已经通知我 不是 你要七号以前卖出 因为我最高只卖到七十五块 我要等八十块 所以七号以前不可能有八十块 那我就放在里面了 就准备他减资 但是获利率是六块 股息股利 已经公告了 当然这公告是侧面的 说去年已经赚了六块 那我就放在里面了 准备配息配股了 所以这很重要 你要中长期的持有 所谓中长期 中期大概就一个月到三个月了 长期就是半年一年 甚至于两年三年五年都要放 所以不是名 我看电视上讲名嘴 说是那个谁 那个节目主持人 因为我对那个歌星啊 什么这些 艺人我都名字不太记得 所以他的先生的爸爸 光是在鸿海这档股票赚了几十亿 他二十年以前买的 当然了 二十年以前买 赚个仔细 有什么奇怪 不奇怪啊 不是说只有他这个案例 你想看 有哪个人可以把股票放到二十年了 你又不是他的 董天师 你为什么放二十年 不可能啊 我的股票最多才不过 放五年就已经不得了了 因为他一次上我来啊 马屋之后放在里面啊 对我准备四十块就要卖出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中长期的持有 好这是第一个 股票 那我是自己最累好 再来讲基金 我建议大家 要买保本型的基金 礼拜四礼拜五 我跟弗兰克林 他们做得很好 我说你有没有保本型的基金啊 国内现在没有保本型啊 都是在国外 他说很少耶 他说这位先生呢 保本型的基金很少 什么叫保本型 他说一般股票 所谓保本型就是 保证保障可能 八十九十 没有百分之一百保 当然那个利息就要低一点 那个利润就要低一点 事先讲清楚啊 我各位注意到 你买那个基金啊 他都会加一句话 警语啊 可能会亏本啊 你要做心理准备啊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赚钱啊 本来就是啊 这是我第一个建议 大家买那个保本型的基金 保本 第二 使用 国币 很多的基金啊 都是外币啊 美金啊 看起来你赚到了 当美金跟台币汇率 一兑换以后 你亏了 所以我只能建议大家 用本国货币交易 千万不要用美金计价 那你跟 这些 销售基金的这些公司 跟他 讲定了 我就是用本国货币 你给我写下来 你不要告诉我美金啊 或者发币啊 或者英镑啊 你不要给我 我就是用台币 台币计价 因为你不会遭受那个汇率的损失啊 第三 基金有分成传统产业 传统的 我刚刚跟大家台说啊 世宝啊等等 或者中钢啊 那种传统产业 高科技产业 科技产业 像台积电啊 联电啊 很多 我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那七十家里面 然后原物料 原物料很重要 很多基金是 透过原物料 来投资 另外房地产 哦 很好 你看很多国类 现在有的基金 是透过房地产 那很赚钱啊 我给大家报告 获利率很高 那阿扁就买了 阿扁嫂就买了很多这种股票 房地产了 比起很多人买不到 另外股票组合 把它组合起来 那种基金 还有要看他五年的货率 你不要看他一年哦 等于说某某基金 大中华基金 我要看你五年 有没有赚钱 不是看一年啊 看一年干嘛 看五年 另外信用的状况 信用你要看多少的人的买进 多少人的卖出 他们都有记录啊 你这个有没有信用 信用很重啊 另外发行的单位 好 嘿嘿 这个关键哦 发行单位 是美国政府发行 是加拿大政府发行 所以每一个 哪一个大的银行发行 连罗湾兄弟都会倒掉了 什么银行不能倒 除非像加拿大 像英国 像美国 很多是国家银行 所以你要看 那个发行的单位是哪里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延伸性的商品 获利是很高啊 但是风险是很大 我认识很多银行的经理 跟总经理 他们告诉我说 前阵子不是很多 延伸性的商品吗 罗万芬兄弟代理的 全部都倒掉 那消费者抗议啊 说通过你这个银行卖 你就不要负责任啊 你要负责任啊 你知道银行怎么做 他是把学历最低的 作为第一优先的商财 因为你不懂吧 他妈你 那学历越高的 他说你应该懂啊 他就跟你拖 奇怪 他说你买的时候 你自己会去评估一下 那我说我去找他要 他说红博士 你是专家中的专家 他妈你给我要 没事 但是那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 让人骗掉了 所以他们优先厂怀 就是学历越低的越优先 学历越高的越是给你拖 那你哪行呢 你自己不注意啊 你不能怪我们银行啊 这是很重要 发行单位 再来跟大家报告房地产 各位都知道吗 我盖了几个五十平的房子 到现在还是全中正区最好的房子 非常值钱 人家因为房子在出租嘛 人家看 这个房子我给你买 我不卖啊 我只租啊 我要买 我基金会的那栋大楼 我要给他买下 我们房东不卖啊 他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房客了 他就是靠给你租房子啊 他赚你的钱 卖给你一次就没了 现在利息这么低 一千万他妈只有0.1到0.2 温戏一千万 一年利息只有一万块 你有没有搞错啊 订大而成款限制的很厉害 我没来 所以土地 你有没有在都市计划里面 所以各位要去查一查 你买土地啊 有没有在地 政府都有规划的 有没有在你的都市计划 你们的规划在里面 第二 地段是不是适中 你不要买那个郊区啊 了不圣诞的地方 再便宜也没用啊 对不对 地段要适中 那地堡 他们说要盖个小地堡 是什么 古鸡 古鸡足部 不快地哦 哦 现在 太好了 就在地堡旁边了 那这种地团当然好啊 好地团要适中 第三个 地形的方针 你不要买个麒麟地 买个什么角地 要方正 像豆腐干一样 不要长长的 妈长长的也有问题 要方正 另外 临近捷运 很重要 临近捷运 最好是五分钟到十分钟 走到的 这也是很重要 第二 交通方面 走交通方面 除了捷运以外 有没有什么公车 各方面 你看我们以前在彰化北斗 北斗在清朝的时候是大政 后来铁路 他不要让他过来 居民反对 越来越没落 弄东西整个地方 你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交通 铁路要过来 捷印要过来 还有公车要过来 那这才是叫交通方便 你要多要这些考量的因素 好房屋 民家设计 我当年在台北市有几栋房子 都是请三门建筑事务所帮我设计 我跟白省山丁青燕都是好朋友 你看台湾三大建筑事 李祖元 明天这个演讲早上 李祖元夫妇要来 我们高雄那种 长谷那种大楼 就是李祖元设计的 我们都知道 李祖元是以立面建筑 很突出 但是立面建筑以后就缺点什么 可用的面积就少了 张国华医师 昨天告诉我说 李祖元夫妻都会明天来听他的演讲 明天中午 李祖元夫妇也请他们吃饭 我一听李祖元 我素篮起敬 三大建筑事 但是我洪博士也不是省油的人 我请三门替我设计 三门为什么 以平面建筑 就是说妹妹嘎嘎 方正的 你看所有的请他设计的 全部都是方正 所以这是很重要 第二个造型的突出 这个造型包含你的灯光 所以你看我现在看一个建筑物 我看他的造型 造型里面包含你的灯光 那怎么样让你 这个造型很突出 就是透过晚上灯光的展现 有点精彩的优良 我曾经在台中的去盖了一栋 叫慧苑 就是用红慧的慧苑 我用55磅的 所谓的水泥的强度 不得了 现在一般30磅到35磅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用55磅的强度 用台湾水泥 你看我们多少的地震 我的那个房子兼顾到什么程度 连一根裂缝都没有 楼梯间也没有一条裂缝 这种大楼好 我当时买了一半出来 现在这样跟他买回来 他妈没有人要卖了 我一倍的价钱都给他 因为在附近最有名的就是这种婚院 我现在保有五户 我想把另外三户买下来 他价钱出了何 他也不出价钱 他不卖啊 已经赚了两倍了 现在可能三倍了 所以建材非常重要 我那时候用中华的铝门窗 柔滑的进口的卫浴设备 然后台泥的水泥 都是用最好的建材 到现在三十年以后 还是这么好 另外兼顾赖政 你看我们门口就是有一栋 顾领街上有一栋栋 叫元大清品 周杰仁就住在上面 当时盖的时候 他没有用刚鼓 他只是用RC 我还打电话给马志玲 元大建设董事长马志玲 我说那么好的地段 何英勋将军的 顾居 你为什么不盖刚鼓 我父亲都是刚鼓啊 他还是用RC 我打电话给他 各位都知道吗 当时一瓶只有三十五万 现在一瓶要九十万还买不到 你看RC都这么值钱 所以你一定要赖证吧 第三个 灯光的配合 灯光很重要 白天你看不到灯光 晚上你就看 打出那个灯光 我今天早上看 苹果日报 他说 两个报道 中国时报有在讲 说有一栋大楼 就是明 世界级的明灯光设计师 大楼灯光 好 再跟大家报道 外壁 有时间关系 我要快讲 每次都拖到最后 真的是很抱歉 美援 美援现在要买进啊 我就告诉大家 美援要买进啊 你美援将来还是会涨啊 为什么不 逢低界啊 加币也是一样 怎么把美援放在最前面 加拿大币 然后欧元 你这些 美元 加币也好 欧元也好 跟着美军 美元会变动 日币 也是跟着美元 柳澳币 另外新台币 现在已经29了 从34到29了 一直升值 所以我现在 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买新台币 买美元 如果是你投资的观点来看 美元一定将来还是会涨的 这段时期 他透过 美元泛滥了 他有他的考量 人民币 各位都知道 你没难以想象啊 这几个月啊 从去年 所有付给我的演讲费 第一个我要求什么 人民币付钱 人民币付钱 第二个 我就放在那边 现在已经涨了20%了 我每次都吹银行 中央银行 你们要开放 人民币存款嘛 我已经赚到了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当时他们给我的时候 只有3 1比3.5 现在已经到达 差不多5块了 1比5了 光是币值 可不想我赚了多少 我已经看好人民币 他一定升值的 你买新疆货币 你买巴西币 你买什么 墨西哥币 这是未来的民运之心 所以现在我还是 强烈的建议各位 你要买美元 不要买新台币 买了没用 一直都在升值 好 再跟大家报告公债 当然美国的公债 利率还不低了 所以中国大陆买了 那么多一兆的美元将近 公债 稳定的配息 第二 日本 日本的公债可以买 公债 我讲公债 德国的公债 法国的公债 英国的公债 加拿大陆的公债 甚至于新加坡的公债 还有什么 俄罗斯的公债 还有什么 巴西的公债 我台湾也列进去了 台湾的公债 有的公债还买不到呢 公债好处是什么 政府保证 没有问题啊 政府不会垮掉 公债的好处就是 政府是保证人 对我来讲 奇幻了 这很大的学问 我为这个事情 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它 黄金 白银 白金 铜 啪 这是第一个部分 你看 涨了多少 黄金 白银 白金 铜 啪 涨了多少 另外 第二 南油 天然气 清原油 原油 汽油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中国石油公司 我每次都讲讲 我是很专业的 他跟人家签 原油的进口 都是签 没有签 三个月 一个月的 都是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的 他帮 拼命涨价 好像人民都是提款机 乱搞 你不能以现货市场的价格来衡量 因为你跟人家签约是签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你是很稳定的进来 你不能说用现货市场的价格 那你中油应该自己去 做各种的改革 经典能力 人民都是提款机 现在台数的话可可好 反正我跟着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找我们也找 乱搞 外国不是 每个加油站的价格都不一样 第三 咖啡 糖 可可亚 冷冻的浓缩的果汁 咖啡 都在长 糖也在长 可可亚也在长 冷冻的浓缩的果汁 第四 棉花 棉花也是都在长 第五 铜 钢 铅 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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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牛无量 另外 第六 瘦肉 这个猪肉 冷冻的猪肉 活牛 牛肉 肉牛 第七 小麦 黄豆 黄豆油 黄豆粉 粗米 玉米 燕麦 这是起货 第八 小型的黄金 100盎司的黄金 黄金还分 小型的黄金 100盎司的黄金 第九 台子起货 电子起货 金融起货 它是综合的 第十 美元计价的黄金起货 美元计价的某台起货 柜台指数的起货 台币计价的黄金起货 各位 你把我前面跟大家报告 你们融会贯通一下 一定要用台币计价 因为你不会造成你汇率上的损失 好 再来跟大家报告 树画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欧豪年随便画一幅画 送给我基金会 100万 我当时是吓到了 要100万 我去表画的时候 表画店告诉我 黄博士你知道吗 欧豪年 这一幅全开的 价值100万 跟我想值不值得投资 你看张大千的画 不得了 第一个 书画 一定是要名家的手笔 名家 那另外还要找 有潜力的名家 有的不是现在这么有名 你要看好他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 要去观察 第三个 要买到真品的鉴定 你不要买到假货 假货 真品 你要鉴定 现在仿得太严重了 仿得是太严重了 欧豪年多少的徒子徒顺 他要仿欧豪年 撩如指掌 所以一定要做 真品的鉴定 第二 眼光要读到 有的人现在不是有名 你要看他未来的 你要 第四 深入 深入去 认识一下 任何的投资 你都要深入 不要 你不要投下去 你要去了解 这一次我为了 这个书画 跟很多的人去请教 包括要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很重要 你自己要感觉良好 你感觉良好 别人也会感觉良好 你感觉不良好 别人也会感觉不良好 这个很抽象 感觉良好 第六 专业的肯定 问很多的专家 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叫专业肯定 另外 你要让他逐渐的增值 有的增值不是那么快 你要让他逐渐的来增值 刚刚跟大家报告的邮票 也是逐渐增值 另外 适度购买 不见得要买很多 适度适度 一户两户这样买 一户两户 另外排除假冒 排除假冒 民家坚定 以为你要把 千万不要买到假货 排除假冒 第十 保持干燥 你要保持干燥 不要有湿气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第八 邮票 很重要 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买一瓶几万块 几十万 上百万人民币 第一个 体材的选定 你看邮票 很多是有体材的 要选定一个体材 不管是政治的邮票 或者是风景的邮票 根本体材很重要 第二个 要设计很精美 设计非常重要 设计非常重要 大陆上 对邮票的设计 非常的精美 第二 发行的数量 这很重要 你发行几千枚 当了不值钱 你发行几千 几千万枚 怎么会值钱 几千万枚 你发行几千枚 无以稀为贵 所以发行量很重要 另外发行的国家 我刚刚不是给大家 有发行的国家的名单吗 现在最好就是中国邮票 就发行国家很重要 另外 品项的检验 什么叫品项 你买邮票的时候看看 背面呢 有没有什么耗损呢 有没有是缺一个脚啊 品项非常重要 品项非常重要 另外 另外流通的性质 这个邮票是不是 在这个市场上流通 因为流通以后才会增值 有买卖才会 不但价格才会上涨 有进有出 股票也是一样 你要有流通 你要有买 有人买进 要有人卖出 它会涨价 所以流通 另外换手的邮营 换手 有换手 价格才会提升 你要不断的换手 另外艺术的价值 就是为什么名家 为什么要讲设计 艺术的价值 有票也要讲艺术的价值 我最近看了好多这个邮票 哇 有的邮票真好 我给大家问好 我这个演讲不是什么 贫困来的 我花多少时间去研究它 因为我外行嘛 就很多专家 集合店去请教我 我看那个邮票真漂亮 另外培养嗜好 收集邮票是一种嗜好 也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你要变成一种嗜好 另外你也可以搭配一些纸币 纸币来配合 纸币来配合 好再跟大家来报告 雕塑 雕塑也是很值得 我们来投资 第一个 玉的雕塑 第二个木雕 木雕 第三个石雕 石也可以雕刻 铜雕 铜也可以雕塑 铁也可以雕塑 你用铁不能雕塑 铁也可以雕塑 另外布锈钢也可以雕塑 还有多梅柴的雕塑 又有钢 又有木头 又有各种 都整合性的这种雕塑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名家 把一个雕塑卖几百万 这一上千万 可不可怕 另外 铁 铁 铁的一个缩 雕塑 陶器的雕塑 还有什么 交植陶的雕塑 这些多值得我们来投资 好 最后来一趟股东 另外 股东 有多少的股东 第一个 玉器的股东 瓷器的股东 陶器的股东 铜器的股东 金刚铜 金刚铜器的股东 字画的股东 雕刻的股东 家具也是股东 家具也是股东 还有佛像 也是股东 另外服饰 服饰也是股东 所以我前面提的这些 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投资的 所以在做投资规划时 必须要选择哪些是自己要投资的项目 我只是抛砖引玉 提出上面的十点给大家做参考 定定方向及目标 就要深入了解被掌握关键的因素 再讲一遍 任何一种投资 你要去深入了解 并且要掌握关键的因素 随时观察环境的变化 适时做最有力的调整 配合未来发展趋势的脉动 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有充分的准备才会有所收获 再磨练出精准的标的眼光 最后再靠你自己 适时掌握时机 快速的应变作为 才能够趋吉避凶 以达成获利的目标 不再为流失的机会 感叹不解 今天在对朋友临时有福了 我今天毫无保留的 尤其在股票这一份 我的鸭枪宝都告诉大家 本来我从来不谈 我在我20年的演讲里面 我从来不谈 但是今天我也告诉大家 我不是报名牌 红波士从来不报名牌 我不是报名牌的人 我也不需要 我也不是靠着收入的人 我不是像股市名嘴 他专门就报名牌 我不是名牌 我这是天生的体验 各位做到没有 我一定做最万全的准备 连我去 邮票啊 这些 我都会深入去了解 那刘胖的老板跟我讲 红波士 过去我都投资股票 现在我把股票这一套投资 用在我的邮票上 他大赚钱 他也是磨练出来了 我听他 每次听他讲一两个小时 坎坎而谈 我在那边屁屁写笔记 他 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不懂就要学习嘛 就要成长嘛 但是 你一定要做最万全的准备 好不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大概讲到这里